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豐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我們又來了解大自然生態 陳美思我生態上的常識只有一點 所以我常常都很喜歡找這位朋友 有什麼奇難雜症都會找陳家俊和Jan 你應該是找醫生 不是找我 沒有理由 但我們每人沒有被 從小到大說有家庭醫生 沒有生態醫生給我們 如果有都不錯 在街上行山也好 看到什麼特別性開花的季節 很多時候大家都是猜猜猜 四圍問問人或拍照去問人才知道 但是聽我們這個節目就怎樣 肯定會知道他多很多 應該這麼說 其實沒有一個人認識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每一集都會邀請一位好朋友 或者那方面的專家 我們來分享一些 今天我們邀請了我的朋友 朱劍鴻老師講花不找他 我想不到找誰 朱sir很出名 我常常有報章雜誌電視台電台訪問他 你有什麼想問呢 首先我知道朱sir是蘭花專家 我想他種花很多年歷史 朱sir先說一下 你從幾歲開始種花 其實我媽媽也喜歡在奇樓種花 其實很小就開始種 但是真的種蘭花 我想三十多年 都很多 朱sir就說他種了很多年蘭花 我想聽眾或者觀眾 不知道他看哪個版本 他都會說我也是種蘭花 因為我想近幾年 會不會有近十年 都很流行在家裡自己種蘭花 當然了 過年過節 通常都是 入到小盤很方便 因為現在蝴蝶蘭已經取代了年吉 或者是桃花 已經成為農曆年 家居必備 因為其實他大小 隨意可以買不同品種 而且他照顧容易方便一些 最重要是花旗場 即是年宵市場那些多數是蝴蝶蘭 因為過年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離不開蝴蝶蘭 或者我們叫大花、蝴蘭兩種 大花、蝴蝶蘭的植株比較大 還有他的花期比較短 加上很多時候 如果你照顧得不好 他會燒包 即是開不到花 相反蝴蝶蘭來說 他的花期可以 如果你在臨水方面 是比較狠心一點 臨小一點 其實他真的可以開三個月 我有一個問題 狠心這個字眼 對於我平時 我想我種什麼都會死的人 不好意思 我也是 這麼巧 植物殺手要有朋友 我想現在在聽或者在看這個 都說 我也跟你們一樣 種蝴蝶蘭 所以你說狠心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說 小朋友 不吃東西你不快高長大 是呀 你種花是否不同道理 你只同一道理 你要多吃東西才快高長大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要因應那個花的特性 在自然環境的時候 它的花期的時候 其實很少會下雨 還有植物來說 如果你越多水 越多肥給它 你是在加速它的新陳代謝 明明它的花期可以開三個月 如果你不斷給它 不斷給它 它可能縮了一半 甚至如果你太過分 每天都去淋它 或者你隔幾個小時 又去淋它 它就會爛筋 分分鐘 你買了回去 兩三個星期 它已經是死了 但是花也都開不了 所以很適當地 其實 這一類型的蝴蝶蘭 尤其是我們將幾盤 組成一個組盤 我們叫做 其實你可能是兩個月 一個半月 甚至我自己的習慣 我是由過年前兩個禮拜買 一直到過年後 一個月兩個月我才淋水 沒有問題的 那個忍手也很忍耐 所以有些花店告訴你 就說你兩三個月 一個月 其實是ok的 一個月 如果你的地方比較通風 但如果你狠心一點 你願意兩個月才淋一次 其實它的花期還會長一點 真的說真的 我聽說沒有那麼狠心 我真的擔心 我們人比較有愛心 所以我懷疑 原來我自己種那麼多的植物 其實我好像朱老師說 不是所有植物都要這樣狠心 因為你要因應它的特性 因為蝴蝶蘭的葉 我們稱為肉質的葉 比較厚 而且它在開花期間 在自然環境它本身 就已經沒有什麼水分 而且它的葉本身 就可以儲存了很多的養分和水分 即是這麼厚 就可以儲存到養分和水分 如果你的葉很薄 你的根是比較幼細 儲不到養分 你淋水就要淋密一點 反而反過來 蝴蝶蘭的根很粗壯 它的葉又比較肉質 比較厚 我們淋水就淋少一些 譬如有些朋友喜歡種肉質植物 那些你一定不可以多水 肥肥葉那些 我們稱為肉質植物 類似仙人醬 我就是想說仙人醬 仙人醬也是 其實我們 幾個月不淋水 那肯定不是 以前養的時候 種的時候 如果你說水太多 它的根有機會會腐爛 會爛會爛 因為它自然環境本身 就不會那麼潮濕 即是看到它乾乾的樣子 也不用擔心它 那些植物很有趣 當你看到它的頭 睹睹睹眼濕濕 好像我這樣 你淋水給它 它會脹漲 但有時候你不斷淋水 你覺得感覺很良好 但它的根在下面 就壞死了 這樣就沒得救了 原來是這樣 我先問一下 是否因為他們其實 不是源於香港這個地方 那麼潮濕 所以他們更加要淋少一點 其實蝴蝶欄本身 都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其實都適合香港的災種 只不過 香港 我們這一類 亞熱帶地區 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們有季後風的季節 在江漢季節的時候 它在自然環境 根本上就沒有什麼 雨會下 所以它在那段時間 它就開花 在那段時間 本身它就沒有什麼水 因為它的葉在生長期的時候 已經儲了很多養分和水分 是給它在休眠那段時間 是去使用的 但是它在那段時間 我們還給它那麼多水 它就會難跟 是 初步明白了 阿Jan同學到你了 我啊 我就在想一下 原來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我們同一個品種 或者看到蝴蝶葉很厚的 都是不用怎麼理它 就是一般的 我們不可以純粹看葉 我們還要看根 還有看看它的來源地是什麼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教一些朋友 我先講蘭花 它是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家居環境 不可以看到美麗我就買 可能會種死它 是啊 我試過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買了一些種子 那些花仔是開不到的 要改善一下我們的誤解才行 就好像剛才你教我們蘭花 不可以淋水淋得太密 甚至乎你整個兩個月才淋水 其實它都可以的 我們平時是不是要追著店鋪的人 多問他一些 然後寫下所有提示 因為我們不可以猜 其實坦白說 店鋪那些是賣花 它不是種花 它是否都可以 你講這個話 我喜歡 他賣那樣不等於 一定要認識那樣 這是真的 因為它短暫就買了出去 最怕你不買 它不怕你種死它 種死它 你再回來幫助它 你長青這樣反而不行 反而反過來我想說一下 其實很多中國植物寺裡面 很多叫做蘭的東西 其實都不是蘭花植物 蛤 為何整猜我們 你給我們猜一下那些是蘭花 好啊 比如 蝴蝶蘭一定是吧 蝴蝶蘭一定是 那紫蘿蘭呢 紫蘿蘭是不是蘭 不是 紫蘿蘭 也不是蘭花樣的 名字也是蘭字 但那棵東西就好像很茂盛 其實紫蘿蘭有兩款 我們剛才說的小小小小 叫非洲紫蘿蘭 但是紫蘿蘭本身也是十字花科 是另外一種的蘭 不是蘭花植物 也是十字花科 十字花科 就是西蘭花 就不是蘭花 哈哈哈哈 我亂來的開始 因為有很多 譬如什麼 君子蘭 虎美蘭 風雨蘭 那些 全部都不是蘭花 蛤 這樣啊 這個遊戲挺好玩的 只不過它有些特性 或者它有個我們叫球徑 就像蘭花的假球徑 我們中國傳統 我們在科學分類 就不是做得那麼仔細 看到類近的東西 就像是部首 部首也是騙人的 部首有部份 都不是那類 有時候也沒關係 是 部首也不一定準確 所以 我們要去認識一個蘭花植物 要看它的花形的結構 就不是看它的植株 因為它的植株會纖綿萬化 我想問一下 結構這個東西 當然現在聽到的話 就完全不知道什麼叫結構 怎樣形容結構 是可以容易分得到的 是啊 其實 如果你看回蝴蝶蘭的那些 就比較容易 但有些蘭花植物 是很小 我們經常說用螞蟻看 螞蟻? 那些真的要用顯微鏡才分得到 不是吧 給螞蟻看 譬如簡單 這裡也說 我們未開的時候 我們叫花包 一個花包 就是含包待放 大家應該拿花 含包待放的時候 它有三個我們叫做鱷片的東西 就是包著花板 當它張開的時候 一朵蝴蝶蘭 它最後那三塊 好像一個菱形一樣 後面然後有兩塊 我們叫做鱷片 那三塊就叫做鱷片 總之我帶了一朵花過來 不要緊 我自己形容應該都可以 大家明白 除了鱷片前面 會有三塊 三塊我們叫做花板 有兩塊花板 和鱷片 無論那個形狀 或者顏色 質感 都很接近 唯獨我們蘭花植物 其他植物都沒有 我們有一塊叫唇反的東西 好像口唇 對 唇反的東西 那個形狀 顏色 質感 其實都有機會 跟其他的鱷片和花板 是不同的 其實那個地方 是被昆蟲降落的地方 這麼有趣 就是一個停機坪 一條跑道 那些昆蟲要知道 在那裡降落 要不然就撞到其他大樓 那裡就不行 這麼細心 所以它的設計 蘭花的進化 是比其他開花植物裡面 複雜很多 它的進化程度 即是它要找一些第三媒介的昆蟲 去做傳播花板 甚至它是很專一 它是專為了某一隻昆蟲 去進化 它不是來者不拒 烏鷹又對 蜜蜂又對 蝴蝶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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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甚至是同一個 例如蜜蜂 蜜蜂都有很多類 它會針對那類的蜜蜂去進化 然後配合它們的成長期 然後幫它們受粉 很神奇 蘭花為什麼這麼吸引很多 懸藝的朋友 甚至是達爾文對蘭花 寫進化論的時候 很多都是用蘭花去研究 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講到蘭這件事 例如我們很多時間在公園 應該就是開民處管理 它們現在很希望 例如綠化市區 有時候你會見到很多樹 當然會有 地上會鋪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即是我不太懂 還有現在會放多了很多 我想你也會留意 很多有顏色 會開花不同花的顏色 多了很多種類 但是一種在地上的一條條 鹽很幼的 是很幼的 又長長的 剛剛在這個雨季這段時間 它又會開花 開花之後 我就好像你看到的形容 有三塊的植物 但它沒有純反 那一種是冤美蘭 我都好像見過 在公園 甚至有些在路邊 葉子很大塊很長 開白花的文殊蘭 其實都不是蘭花植物 都是有蘭字 對 但都是有蘭字 我就是走過的時候 我夫人就說 有蘭花 因為它底下 它有個我們叫做球經 它們很多時候都是石蒜花 石蒜花就會有一個圓形的球經在底下 而蘭花有不少的植物 它是有個假球經 它不是真的球經 是它的徑寶 它是故意生長到比較長 比較大 其實是用來儲存水分和養分 我就是被騙了 因為我看到那塊綠葉 然後有個球經 然後又開 你看得這麼清楚 因為很近 地下 你不是去畫它嗎 我走過去看 我心想 又沒有理由中一些 品種那麼敏感 又怕被人摘到的東西 那一定會被人摘到的 如果是這樣 我又不是經常開 偶爾我看到又見不到 所以我今天特地借著這個機會 一定來問你 原來識貨的人就知道 所以他不會摘 我想問朱sir 那些經常有些假球經 或者假的犯 他是否為了保護自己 為什麼要做一些似乎的事情 所謂假球經 其實它本身 就不是一個真的球經 它只是一個敬步 自己是漲大了 像而已 就會容易誤會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那些真的球經 就以為它是蘭花的假球經 那又以為它是蘭花 那我想問 還有什麼是很容易被人覺得 這一種是蘭花 又或者不是蘭花 有沒有再舉過一些例子 即是我們一聽到 我以為是蘭花 但又 剛才我也舉了很多 譬如我提到君子蘭 紫羅蘭 文殊蘭 其實都叫做蘭的東西 已經很多已經不是 但如果我們經常聽到 可能是民心蘭 拖茜蘭 那些就真的難過了 那剛才呢 其實蘭科也有成 如果說熟 有成七零零七八個熟 有成三萬個原生種 嘩 所以它的種類是非常多 它是開花植物 裡面除了谷科 它是排第二 其實也挺普遍的 其實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展覽 叫做蘭油世界 其實除了沙漠地區之外 或者是蘭北極之外 所有溫大熱帶和熱帶地區 都是有它本土的蘭花植物 我幼稚園的時候有種過紫羅蘭 我現在知道它不是蘭花 學到東西了 苦句台科 苦句台科 錯過了 小時候學不懂 是越來越多些專業的字眼 記不完 怎麼辦 但我小時候 記得老師要求要種紫羅蘭 以及要求養龜 我全部失敗了 也不知為何 好像聽到外面都可以賣 這些紫羅蘭都應該不難種 都是可以種死的 所以我從此就有挫敗感 沒有成為一個喜歡種植的朋友 經過朱sir分途下 我可能就會愛上蘭花 不要緊 剛才也提過 如果在很多品種 在世界各地都會有 我又想有第一個問題 當然朱sir都會經常去世界各地 專門是為了看蘭花而去旅行 這些人再說一些遊歷的經驗 但是呢 我知道 例如蘭花這個物種 在香港都有法例去管制 我想問一下 很多人會誤解 什麼受管制 什麼拿回來會出事 可以解說一下 讓人們不要誤入這個法網 因為其實蘭花植物 就算海外也好 本地也好 其實他們由於有部分有用價值 有部分的圓藝價值 比其他開花植物都高 所以在野外被人去採摘的機會 就比較大 所以國際也是有條例 是要去保障這些蘭花植物 不要被人去野採和去貿易 所以其實香港有加入那個 我們叫做噴藝絕種的組織 我們叫SITES 所以如果你在海外帶蘭花回香港 就算你不要說海外 你在內地 甚至在澳門帶來香港 你都要申請一個 我們叫瓶藝物種證 而且如果你在外國進來 你還要向漁護處申請植物進口證 才可以進來 你不是說拿著一棵蝴蝶欄 你可以過關 是不可以的 哪怕我就算紅色通道自己申報了 不行不行 你沒有預先在當地做了瓶藝絕種證 甚至如果你在海外帶回來 你還要做檢疫 嘩 這麼複雜 很多手續 跟帶寵物回來差不多 是的 一樣的 我經常在機場提貨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狗、貓、貴 甚至上次有隻狗狗 狗狗出來 我又不怕狗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經常聽到 有時政府的宣傳都會提醒大家 有這件事 是呀 還有近期都聽多了 自從農曆新年開始 可能多了人 就是北上消費的時候 是呀 是呀 花市 就看到很划算 就買下來 看到花區成行成市 其實他們入口的時候 他們要做證 即是每一輛貨車 他要過關的時候 他要出事那個瓶藝絕種證 才可以 他有Permit才可以進來 即是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北上去 去來地消費 去那裡見到花市很漂亮 所以買了一棵 你不是蘭科植物就沒問題了 即是你帶富貴竹 帶其他植物都沒問題 因為賣給你那個 他不知道你帶回香港 他不知道你去哪裡 即是他在內地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 因為周圍的人都在買 你都是一起買 買開買買 我又覺得很漂亮 我又不知道 我看你的節目 我又不懂專賞 不是 魚活處都有很多宣傳 一向都說不可以 只不過有些人掉以輕心 就打算一棵不覺得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分數量 沒有的 沒有的 你一棵也好 你一百棵也好 都是申請同一個證 哦 即是都沒得收起來了 一過機就看到了 所以其實大家就要留意了 其實蘭花就是要申請許可證 有很多手續都要做 所以如果你不是商人的話 或者不是像朱Sir有時參加比賽 照計你都不會為了要種一棵花去申請證 不是的 有很多喜歡蘭花的朋友 其實我們很多年前都已經幾個人夾粉 去美國 在南美寄些花過來 我們在機場提貨 很認真 有的 有的 你真的喜歡那樣東西 你買的時候 你不就沒見過他真身 你要相信那個難牆 但就要申請證 要 你要相信有相遇的難緣 他會寄給你 OK 說到海外看的東西之前 我又覺得香港既然山頭野靈這麼多 我也知道其實香港的郊外 都會有些野生蘭花 那些野生蘭花 是否又是會受保護 而且人們又不可以拿回家 所以其實郊野公園任何地方 都不可以採摘植物 不單止蘭花植物 其他一棵草 其實理論上我們都不可以採摘 因為郊野公園有他的條例 而可能捉到的難科植物 就更加被人罰得禁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平時有時候 走山都見到很多 不知道什麼人喜歡 這棵草拿回家 就紮了回家 其實理論上你要有牌照 例如有些你是採藥的 採藥不可以隨便 你說我喜歡採就採 是你要有許可證 例如我自己申請的許可證 例如我申請只是紮種子 只要來繁殖 我只是種子 還有是某些類別 不可以全部都可以 但如果你可能是大學機構 你研究機構 他們的牌照可能比較廣泛 即是乎用藥用植物都可以 分很多級 你在漁護處要申請的許可證 你要跟漁護處長 要講原因 為什麼你要去申請這個許可證 才可以 但剛才提到那些我們不准窄的野生蘭花 是否很罕有 絕對不應該窄它 令到它又少得窄 其實是的 全香港曾經有紀錄的 就有140多種的原生蘭花 也不少 但現在在野外 照我自己所知 可能都只剩120多 130種 因為有部份已經是 至少在香港 近十幾年都沒有再有人在野外發現過 是的 而在那個分類裡面 家道理農場都做過一個統計 即是在他們的分布裡面 超過一半 其實他們已經是憑危的 有些物種還是很多 數量 但他們都是因為很多時候 那個城市發展 或者 譬如最近淋山泥、淋樹 淋了一棵樹 有時候他們的分布地其實很少 譬如 有一個品種叫微花蛤蛤 它原先是在一棵樹上寄生的 我們叫附生 不是叫寄生 它是不會侵蝕那棵樹 那棵樹倒塌之後 那棵樹倒塌之後 那個分布地就少買了多少 又少了一個 即是說一些天然的環境 無論是風災、雨災、甚至塌山泥也好 都有機會令到某些稀有的植物品種 都可能每一個地方完全不會再出現 是啊 因為蘭花的種子的文化 它需要一些比較苛刻的環境、條件 才可以生長到 所以不是說 你會看到蘭花是通山的 它跟谷科不同 谷科那些就很粗山 什麼地方都可以生得到 但是蘭花植物它很有選擇性 對於它的棲息地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要保護環境 因為你破壞了西式地 那種蜜種可能絕種 如果它是香港的獨有種更慘 它是在這個世界裡絕跡的 消失了 原來我們今天有角色扮演 沒錯 我們是扮演小雲小吉 你是小雲 我是小吉 我是IQ博士 因為有IQ博士才能搞定 說到蘭花這件事 我們想說一下栽種這件事 你問我 我對栽種當然 我想是幼稚園Gray 不好意思 IQ博士對我 我是BB 還未入幼稚園 我幼稚園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 可能認高了 我想問栽種有什麼要留意 無論是蘭花或者其他植物 有什麼要留意 我想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剛才說 我世界各地都想去看 它們野生的蘭花 因為我們真的要知道 那種物種究竟它原生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盡量提供一個環境 類近它 我們沒有辦法複製 類近它的原生環境 所以我們用的植料 栽種的方法 其實都是因應不同蘭花的品種去想 所以當我們去買花的時候 其實剛才說 我們可以問一下店員 甚至如果你不相信店員 你可以去網上很多資訊 上網查查 尤其是如果你買到那個蘭花 最好它就有標籤 標籤也有它的品種名 你上網去找 那就不會錯了 因為肯定知道是哪一種 因為你不是經常找到我的 對 剛剛想問 阿朱Sir 你有沒有一些IG或者Facebook page 大家可以即時問你 還是有很多分享的群組 大家一起喜歡蘭花的 其實Facebook裡面 都有很多群組是關於蘭花的 種植的 對 我再說 其實我們要盡量因應蘭屬 我們給它一個條件 譬如它本身是在 我們叫做泥土 我們叫做地生蘭 我們就可以用盆去種 但有部份 如果我們叫附生蘭 就是攀附在樹或石上 我們有些我們叫做板植 就是把它放在一塊木板 或者是膠板上去種植 因為它們的根部 對空氣或者水分的要求不同 如果你錯誤地把它 譬如它是地生蘭 你種了上一塊板那裡 它的根沒有泥土 可能水分的流失會太厲害 它就會很容易膚死 所以一定要清楚我們種的是什麼 例如我又想問一下 除了種植 你說是用泥土或者是附生 例如有現在聽課程的朋友說 例如水種植物 其實又是什麼情況 又不怕浸壞根 水栽植物 其實蘭科植物 我自己就不主張用水栽 剛才我說的 我們經常都要提供一個原生的環境給它 因為除了少量的蘭科植物 它在沼澤地生長 那些你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蘭科植物 都不是在沼澤地生長 我們用了這個方法 短期它可能有效 但是長期它很多時候會入菌 因為它不是原生的環境 因為根本上它的根是攀附在樹上高的 你浸在水上當然不行 它要呼吸的 我又想問一下有什麼菌 你說有很多菌 例如泥土我就知道有 有 空氣裡面其實也有很多細菌 這些霉菌、惡菌 會令到它借的 不是 只是腐欄 有時候譬如蝴蝶太陽曬傷了之後 它就會有細菌之身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空氣裡面其實有很多細菌 你說到太陽 我真的想問一下 人有空間就曬太陽 有紫外根就曬太陽 就會吸收維他命 那植物呢 究竟什麼時候應該曬太陽 什麼時候不應該曬太陽 即儘管你不是蘭花或什麼花都好 都要知道 我想這個就是 你要看剛才我說的 不同的品種可以接受光照 數量和時間不同 但基本上所有蘭花植物 都是喜愛比較陰的 它不可以接受一些正的陽光 你早上是ok的 其實有一些野外的蘭花 它是全日照的 但它通常是一些比較高海拔地區 因為高海拔地區的溫度比較低 其實在香港不是被太陽曬傷 它是太熱 太熱高溫就會灼傷 所以你說那些花在原生地是全日照的 在香港為什麼我種蘭花 果類蘭花 不能全日照 就是因為香港我們種在平地種 不是在高山種 我真的完全沒想到 會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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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多蘭花植物 甚至是植物都好 在香港如果是全日照 它未必頂得住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你剛才說 最好就是跟它原生環境差不多 模仿原生環境 你會不會設計箱給它 在家裡 有部分種植物 我用紅酒櫃來種蘭花 哇 高級不像酒 我的紅酒櫃不是擺酒 因為有部分 譬如我們有些南美雲霧林的蘭花 它是在高海拔二千多米的地方 它要比較涼的環境 因為你長期太熱 它生長不了 所以我們特意真的 除了紅酒櫃 有些人會用生態缸 下面有養魚 要補濕度 其實都有的 那是不是很成功的 可以養到很久 你的條件是合適 其實蘭花植物是多年生植物 它不同一般草花 很多草花是一年生的 但是蘭花植物 譬如蝴蘭 你種得好十幾年 沒有問題的 譬如剛剛有個朋友跟我說 我種了這棵蘭花 種死了 我說你種了幾年 十七八年 咦 那我們去年燒花植 買了那棵蘭花植 我還沒有丟 咦 其實蝴蝶蘭 絕對在香港是可以種的 但是只不過 它每年離花的花期 就配合不了過年 它一定要在三四月才能開花 因為蝴蝶蘭是要低溫 它才會自己出花 但是香港一定要去到十一月左右 才會有冷風來 但其實你放在紅酒櫃 每年全年都可以開花 即是說 如果我們買了那些花回來 其實過了新年就要放 即使過了新年 那些人以為要丟 其實現在有很多組織去回收蝴蝶蘭 或者在外面有些班 是會教長種 學到東西 賺到錢 咦 那是不是即使說 我要放到明年過了新年之後的三月 你還要換植料 因為植料就老舊了 會變酸 即是換泥土嗎 植料我們不是用泥土 蝴蝶蘭不是 那些叫水苔 或者我們通常用蘭石和樹皮去種 比較好 比較疏水 嘩 你想想上這一堂 學多少東西 省多少錢 原來那些東西不用扔 朱sir 你有沒有開班 我也有開班 大家記住 認住朱sir的名字 就是朱劍鴻老師 在網頁搜尋到 找到很多他的資料 到時候跟他上一堂 很多片 看片都可以 我們起碼把自己那棵蘭花 繼續種下去 不要常常想 一借了那些就叫借 那些不算 那些不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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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落是很正常的事 今天很感謝朱sir 謝謝朱sir 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大家要留意下課 有什麼主題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豐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